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珍珠鸡羽毛的这个补贴 这个是一个已经做好的 我们现在来具体讲一下怎么做 首先需要的工具 剪刀 镊子 还有这种 酒精胶水 酒精胶水和它用起来比较配合好一点 我们这个是一瓶已经拆开的酒精胶水 第一步我们先要把它涂一下 一下不能全涂满 如果一下全部涂满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下手去操作了 我们先涂 先把三分之一先涂掉 尽量都涂到位 好下一步 开始来往上放羽毛 这个毛呢最好是要把这个绒毛都剪掉 如果不剪掉绒毛呢 下面呢它不是那么很好看 好按照这个一片一片的往上叠上去 简单吧简单的 只是感觉起来有一点费工 这个羽毛都是我已经用剪刀把这个下部的绒毛已经全部都剪掉了 好第一层已经做好了 我们用镊子翻过来稍微压一下 让它羽毛和胶水捏捏牢 这就已经第一层摆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摆第二层 实际做嘛 自己做就用这个酒精胶水便宜一点 如果真正的大规模生产的时候 一般是酒精胶水肯定不会用的 因为它这个成本还是相对而言比较贵的 它们用更便宜的浇水 好 好 现在我们开始粘第二层 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只是需要 慢一点 细心一点 就可以 尽量的做的密一点 就更漂亮一点 好 第二层也已经摆好了 最后这一层 你会这样做 真正的 对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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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就是尽量往密地做 越密越好看 不要心疼毛 毛是不值钱的 这个地方有一点漏 所以我们决定这里再来一点胶水 再补一根毛上去 让它更密一点 好了 找一根合适的维毛上来 好 这样一片完整的一个小补贴就已经做好了 我们要放到一个地方 让它自然干燥 等它完全干燥以后 就已经没有问题了 就可以用了 好 谢谢大家的观看